为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在本地传播 入境人士需要遵从政府定立的检疫措施 抵港安排 入境人士需要根据机场大堂和工作人员的指示 接受一系列的检疫程序 所有入境人士需要接受体温检测 同向卫生署人员展示健康申报结果QR码 如果你有感染病征 应立即联络卫生署人员 我们会根据情况作相应安排 除了获豁免人士外 卫生署人员会向所有入境人士 签罚强制检疫令 检疫人士也需要安装 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式 政府人员会为所有检疫人士 带上电子手环和启动应用程式 检疫人士需要在卫生署的 临时样本采集中心 收集鼻腔和咽喉合併式子样本 进行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 并依指示留在指定地点等候检测结果 结果呈阴性先可以离开指定地点 继续前往办理入境检测手续 之后再拿回行李通过海关入境 当抵抗人数比较多的时候 等候结果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请耐心等候和配合现场职员的指示 如果有人检测确诊 确诊者和其密切接触者 会被分别送往医院治疗和检疫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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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